假设A向量呢是负根号3E B向量呢是根号3E 好A向量B向量是平面上的两个向量 是求这两个向量的夹角为多少 好那内积A向量跟B向量的内积A就是B 会等于A的长度乘上B的长度乘上cosAc的 好内积的部分呢我们来看X分量乘X分量 所以负3再来Y分量呢是加1 好再来A的长度 A向量的长度呢等X分量的平方 负根号3的平方呢就等于3 再来Y的平方呢是1 所以根号4就会等于2 所以A的长度是2 再来B的长度呢 根号3的平方是3 还有这边的1 好3加1是4 4开根号呢也是2 所以B向量的长度也是等于2 好接着再乘上cosAc的 -3加1是-2 好-2呢 再来把这个2乘2等于4移上过来 所以我们的cosAc的就会等于-2分之1 好cosA要变成是负的 这必须是在第二或第三项线 2或3项线 但是两个向量的夹角一定是介于0到180之间 就是一定是1或2项量 所以呢 这边我们综合起来 C打就是在第二项线的 好那第二项线的什么角 C打呢会等于-2分之1 我们就可以来画一下 在第二项线 而cosA的值等于2分之1 好那这边呢 因为是第二项线 所以1的地方要加一个负号 所以2分之负1 这个角呢参考角是60度 所以我们的C打角为多少 我们的这个C打角是多少呢 C打就是180减掉我们的参考角 180减60 所以我们的C打就等于120度